怎么想的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更大的挑战是把心里想的东西怎么表达出来 因为想的东西太多了 而不是说呢 怎么算计把这个心里的东西呢 隐藏起来 怎么能够用不表达或者另外的表达方式 表达一个别人可能想我想让他想的一些东西 简单的说太复杂了 没必要 至于那个文章的主要内容我也不赘述 这个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呢 这个韩寒也是受害者 这个事情一个世界呢 是需要更多的声音 而不是一个声音 其实你今天第一个问我问题 是问这个问题呢 我已经觉得心里有点 担心 担心是什么呢 在这么一个地方问题可能开始有尖锐问题是 关于我党啊 对吧 关于六四啊 关于文革呀 关于等等这些问题 现在这么一个寒寒的问题能到这个高度 我觉得本身 其实就一个很古怪的事情 这是问题是问我自己的这个驱动力 就是 该干点什么 我刚才也说 其实不是说 没有经济基础来做全职写作 其实我生活要求很低的 基本吃方便面就是美餐 我过去是 过去的日子 就不是过去 基本的日子呢 是在坐着睡觉 比躺着睡觉要多 在飞机上吃饭比在飞机下面吃饭多 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受得了的 为什么还不退 还不做选择 这个 轻松心灵的召唤全职解脱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生活呢 本身是 是泉水 它是 这个 源头的活水 有这个源头活水呢 能让你的想象力更加丰富 这就好像 你的水坛子如果比较大 你扔个小石头呢 它 溅起这个涟漪就大 如果你水就这么一个试管 或者就这么一个杯子 扔进去 打开不了啥东西 也引起不了什么想象 第二个呢 因为手上 做这个事呢 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是救人的好事 现在我主要是做 做医院 医疗仪器 养老这些东西 很多都是开创性的 也刚开始 然后 马上就走 可能也太合适 第三个呢 如果说到这个具体 我写作什么目的的话 其实没那么复杂 最开始的原始冲动 就是说 就开始第一本小说第二本小说的时候 就是想写完了就忘了 是一种倾诉语 非常简单 比如说 比如说你试炼了 对吧 然后你抓过你妈 当然你妈可能不乐意听了 你抓过你闺蜜 说不行 你得给我一天 你给我一晚上 我整天捞的 然后你一把给你一把 赖劲啊 说哎呀妈妈这个啥 你啊 怎么看不到我好啊 对吧 对吧 瞎了眼 然后旁边那个 你闺蜜就是 没错 她瞎了眼 对吧 你说 说一晚上 你心里好一点 我觉得最开始 第一 写第一本的时候 我就非常朴素 就是一个倾诉 当然倾诉的时候呢 有自己的审美 有自己的潜似造句 所以就看上去 还像个东西 因为毕竟之前 读了好多东西 然后可能还有一点点天赋 到后来 慢慢呢 有个点小野心 其实呢 是想产生一种陪伴感 这种陪伴感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种陪伴感 也是好的文章 给我的陪伴感 因为在我 弧度的时候 在我特别痛苦的时候 在我不知道 这个如何处理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 好书 用一种不说教的方式 给我非常 可贵的陪伴感 就你比如说 像这个 亨米伟乐的 这个 Trophy of Cancer 就是北回合线 他告诉了 一个人 如何能有失忆的 这个浪费生命 比如说 像这个 像这个 库尔特冯逆格 他就有点像 刚才池子坚老师说的 就是 他能 一边 打个仗 一边呢 就想说 外星会怎么 看这个 这场战争 这是多么 傻丽的一件事 这个 怎么能让这些人 急离杀人 他就说 你 我就特别 想象过去那种 有那么一两天 下着点小雨 这个 没什么事情 你弄一段 污水 然后弄一本 简单的书 然后你就 觉得 这个 世界在周围 慢慢融化掉 你就已经 在跟这个 书里打成一片 你把 他的人生经验 把他的世界观 把他的智慧 吸收到自己身体里来 我觉得那种 那种 陪伴和那种 这个温暖 是 其他媒体 至少 其他媒智吧 是我没有经历过的 我也希望 我的小说 能这样去 温暖人 温暖这个 合适的人 在合适的时候 在一代一代的 去 温暖人 这个 至少能告诉别人 其实 也像刚才 世贤老师说的 世界不是单一的 任何人 产生任何观点 都是盲人莫想 谁也没有 不是神 站不到这个 这个空中 来看这条整相 所以你摸的 有可能比别人 稍稍接近一点真理 但也绝不是真理 没有真相 在这种时候呢 你能做的是 告诉别人 这个像 不只是一条绳子 它有可能是柱子 有可能是鼻子 至少我看的是鼻子 我不认为 你一直说 是条绳子 是对的 这样呢 我觉得在这个 这个阅读的 这个读者呢 有可能帮到他们 能把眼界打开 能把世界打开 不要因为一种 闪 又一条道走到黑 这个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 物体 你觉得你到那条 金线了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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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被人家 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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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问 如果有个人 有个最后 问题 给新兰 因为 我们有回答 从 可以 把手放在 在这边 谢谢 最后 请问 新兰 就是因为在这其他两位都是写小说为主的 就是像他们刚才提到在写作的过程中 可以比较